我連同 切割斜度 TAPR Z軸高度設定 若上下水蓋 眼磨 或機頭 絕緣版陶瓷版 有座更換 需做此動作 例如 1.被L型字距 45.00mm H2 是平台上 2.是軸参数设定原始Z軸高度数值 Z0 259.190 然后做循Z轴圆点 3.将Z轴降低 微微与L型字距上圆面接触 L型字距与上噴水嘴头 间隙约为0.15mm 4.记录实际测量Z轴机械坐标值 HE46.00 5.新的Z轴高度计算方式 Z1 258.190 按HELP F3 移至Z轴高度栏 输入新的Z轴高度 6.切记 做完校正后 需再做Z轴循机械圆点 开始执行 7.循机械圆点OK之后 再按Reset 把Z轴高度降至45.00mm 与L型字距同高 微微蹦处 移动L型字距间隙约0.15mm 假设不同高 需重新上述步骤再做一次 抓斜度 DA DB Z3 Z4 使用L型字距 L型字距放至工作平台位置 1.将一L型字距45.00mm放置于工作平台上 2.做X轴循编 MAN F5 循编模式 选择0 循编方向代码 输入2 -X Enter Start 启动 3.移动X轴往旋边方向 相反正X方向 15mm以上 4.按F4 DADB校正 5.输出设定资料 UV移动角度为3.000 上接触位置为45.000 下接触位置等于0.000 容许角度无差等于0.0050 6.接触模式 输入0 为短路 使用L型字距时 1.等于IO点 使用垂直校正器时 7.同线张力 同线速度 输入范围4到15 8.DADB校正方向 输入动作代码2 -X Enter 启动 开始做DADB动作 手动输入移动 按MAM按F2 输入移动 手动输入 输入数值 或按C键清除该栏位资料 Enter 启动 开始移位 移动速度 设定移动速度限制 移动模式 可选择 0等于XYZUV增量 1.等于XYZUV参考坐标 2.等于XYUV增量 Z.为参考坐标 3.为XYUV参考坐标 Z.为增量 备注 移动时坐标系 以目前显示之坐标为准